电动机车各项问题在基隆市议会临时会的第一天 就受到议员们的重视 光是这个议题就讨论了一整天 几乎所有议员都起来发言讲好讲满 市长谢国良感谢议员们提出的各项批评和建议 也认为换电站以及后续交车 将和一般机车行合作的问题可以克服 再度重申四年会推动五万辆电动机车的目标 当然未来会不会再继续编 因为我们要落实我们的证件 这个证件就是俗称的四年五万辆的青年的电动机车 所以未来可预见到的 我们还是会编列更多青年公益电动机车相关的预算 到议会来审议 至于是哪个年度编多少几台单价是怎么样 那这一点我们会持续的跟这个主机处 环保局还有其他相关的局处 甚至阵风处大家共同的来讨论 那感谢议员在这个垂巡的这个过程中 那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那刚刚也有议员提到说 确实不要用所谓滚动式调整 这一点我觉得倒不会是这样子 我觉得滚动式调整如果你到各个议会去 甚至到各个部会去 其实他们有很多都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继续完善我们的施政 而且面临不同的阶段 议会对我们的指导确实是蛮不一样的 有时候甚至还前后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不同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都欣然接受 只是说因为要欣然接受 因为也要让议会大家能够 对于我们的施政能够满意 而且符合议员的说法 像比如说虽然我们在 这一点不是我报区 但是容许我说两句 就是说虽然我们最近这两个月 都有在提到就是说 好像这一批的电动机车 如果加了负担月费 它的总负担额会比较高 但的确我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是在谈电动机车的这个申请 是太少 然后议会还做成决议 希望我们能够积极推广 我想这些都是议会 曾经有过的重要发言 也甚至都是议会 曾经做过的决议等等 那我们都非常的尊重 而且重视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议会的指导下 继续完善我们的青年电动机车的方案 至于有议员也提到就是 供电的部分 我们随时都在跟这些车厂讨论供电 那目前来看供电并 从有些不同的专业的角度来看 现在供电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大 而且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相信这些供电的这些建制 随着机车的交车都在同步的进行当中 那我们也跟这个机车行 大家未来也即将合作 希望能够将这些交车 可以下放到这些更多的在地的机车行 这样一方面可以让这些机车行 可以跟市府的政策彼此之间有一些连结 第二也可以减轻更多公所 目前所面临到的负担 所以的确是有必要 一阵子就来做一些不同的调整 最后市议会议长同志威 统合所有议员的发言决议 电动机车政策不够周全 公平性和正当性受到质疑 必须全面检讨改进 同时严守财政纪律等四点重要内容 第一点 这个市府的电动机车政策不够周全 公平性与正当性受到质疑 急需全面检讨改进 并应严守财政纪律 第二点 市府应尽速检讨市区机车停车位 严重不足的困境 避免市民因无处停车而召开发单及引发民怨 第三点 请市府尽速制定公务电动机车管理法规 以供使用者遵循 确保公务机车能够被有效利用 避免违规行为 第四点 请市府提供2.0方案约支费申请各方案的建数 及其补数年限 以及充电桩与停车格制规划期程 以上 还有议员提出来的内容 我想请议事主终整后列入记录 发给大家好不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